就在今早 约克区警局凶案组证时 于8月12日周一 在安省Parisound镇发现的人类遗骸 属于此前失踪的万锦华人女经济梅玉英 梅的家人于8月9日报告其失踪 安省警员于8月12日在Parisound 发现一具被焚烧的人类遗骸 后经法医证实 该具遗骸属于梅 遗骸发现地区多伦多由230公里 超两个半小时车程 目前有三名16、17岁青年 因持有死者财务被指控多项罪名 同时警方表示 一款奔驰货运相试车 可能是运送煤的车辆 警方呼吁在9日到12日期间 在相关地区见到过类似车辆的人 向警方提供线索 追逐搜索at51热点 快点赞 关注看剧小铃 拜拜